萨古鲁谈喝咖啡 你是那种不喝一杯浓浓的热气腾腾的咖啡 就不能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的人吗 背后还有个唠唠叨叨的声音在告诉你 你需要少喝点 好吧 这样的人当然不止你一个 全世界有关咖啡的争论无数 有人谴责这饮品的坏处多多 也有人称赞它的美妙之处 有人坚持认为咖啡能治疗糖尿病和帕金森氏综合症 有人认为它是引发心脏病和癌症的罪魁祸首 专家们还在继续争论 那些每天都喝咖啡的人要怎么办 也许该问问萨古鲁 萨古鲁说 如果你想说咖啡的好处 确实有好处 咖啡肯定能让你保持活力 兴奋 让你感觉很棒 尤其是如果你一个月喝一次咖啡 你就会看到咖啡在你身上产生令你难以置信的效果 让你感觉自己是个超人 但是如果你每天喝咖啡 你会越来越依赖它 咖啡会暂时减缓你的恐惧和焦虑 但是隔一阵子 你的身体就会要求更大量的咖啡 假设你两个月不喝咖啡 然后在清晨喝一杯浓浓的咖啡 你会发现你的双手都在颤抖 如果你连续六个月每天喝咖啡 然后停一天不喝 你会发现自己出现了断饮症 所以咖啡肯定会对身体系统造成损害 是不是 所以你是不是该放弃喝茶或喝咖啡 你放弃的其实是你的选择 我绝不会告诉你 要去放弃这个或者那个 我要说的是 活在当下 不要被任何事物奴役 不管那是什么 相反的 你要学着有觉知的生活 不管是咖啡 还是香烟 还是上帝 都学着有觉知的 去和每件事物相处 你需要多少这些事物 只有你自己能去判断 但是你必须明白 如果你在一段时间内 过度使用兴奋剂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如果你觉得 人生毕竟短暂 活不到九十岁 我活到七十岁就可以了 你这样想的话也没问题 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这种生活态度 也不反对喝咖啡 那不是谁强制你去食用的东西 你喜欢它的味道 那你就哪一天喝一大杯 并且真真正正 彻彻底底地去享受它 你偶尔喝一次 那没问题 但是如果它成了 你每天都必须喝的东西 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的情况严重到 哪天早上不喝一杯 你一整天都不舒服 那你就得采取点措施了 不该让一杯咖啡 来决定你的生活品质 是不是 我不是在这里告诉你 该吃什么 不该吃什么 我只是在告诉你 这种物质 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你对自己做的事情 一直都应该是 你自己有意识做的选择 不要茫然地做事 即便是你步入死亡 你也应该是 有意识地步入死亡 这就是我想说的